韓國月兒節目出生的各種可愛小孩 人氣可是都不輸爸爸媽媽 最近有網友挖出停泊多年的爸爸去哪兒 以及一下車的超人回來了班底近況 當初的小小孩現在都長大了 你還認得他們嗎 只能說時間真的是過太快了啦 而去年底從超人回來了 暫時下車的足球神獸蒲朱浩一家 離開節目後 依然還是經常在網路上 分享孩子們的生活日常 17日老婆安娜播出一則兒子見後 學說英文和德文的影片 和姐姐納恩一樣的多國語言能力 已經實在太讓人羨慕 真是又聰明又可愛 1、2、2、3、2、1、6、4 影片破關後讓網友驚呼 見後越來越會說話了 別人不住敲碗 見後一家到底什麼時候要回歸啊